大家好,我是坦平树,带着一家真正的中国 今天是2024年5月4号这一期 咱们聊一聊这个胖猫世界 近期一名21岁的湖南男孩胖猫 这是他的晚名 一事引发全网关注热议 这个上了热搜 而且这个热度不断的攀升 昨天晚上直播的时候我也聊了一下 今天我再谈一谈这个胖猫世界 这个说起来是一个关于爱情的悲惨的一个故事 一个21岁的男孩跟他这个女朋友分分合合 后来想不开吧 最后一次他女朋友跟他分手之后 这个男孩百般的挽留 最后不成啊 这个男孩就从重庆跳江死亡 这个事情是发生在4月10几号 那为什么这几天突然就热起来了呢 所以我来谈谈我对这个事情看 跟所有的社会热点一样 我一般的啊都是要看到双方的说法 我再会评论 我不会因为一方说法在网上流行的时候 我就去评论 因为我很容易被带入误区 因为咱们不是事件的当事方 根本就不了解内情 很容易被一方的说法陷入为主 所以昨天啊 在网上热议这个事情的时候 我没有去评论 我也没有做节目 昨天晚上直播的时候 我谈了一下我的看法 那么今天呢 随着信息啊越来越多 这个当事人呢 女方叫唐竹的一个青年的女孩 她就对这个胖猫这个事 做了很多澄清 她发了一个非常长的贴文呢 进行解释 我把这个浏览了一下 因为太长 没有太仔细去看 而且她有很多解释 有十几条 对网上热议的啊 她逐一进行了解释 我把这个胖猫啊 她姐姐发在网上的这些聊天记录 再和这个唐竹她的这个解释 合到一起一看 实际上这就是典型的一个 少男少女的一个恋爱故事 不要说少男少女 反正恋爱故事啊 都是这个套路啊 都是这个版本的 不一样吗 分分合合 吵来吵去 怀疑猜忌 完了之后 我对你好 你给我钱 只要是过来人 现在谈过恋爱的 难道不懂这些吗 这正验证了啊 我昨天晚上的说法 我们不能被人带到沟里去了 不能陷入为主 你一旦陷入为主 你就产生偏见 本质上啊 我认为 是一个小男生啊 太小 他处理不好这种恋爱关系 之后走了极端 就这么一个悲惨的事 但是网上就非要把它描绘成一个捞女 PUA等等 上纲上线 实际上这个恰恰反映了啊 当今互联网 地气啊 以及在女传主义上升的这么一个情况下 这些男人呢 男士越来越自卑 自我放逐 自暴自弃 加上现在彩礼啊 这个事情 非常的挑拨 大家的神经 现在年轻人结婚呢 恋爱呢 因为生活成本啊 生活开支越来越高 赚钱难 所以大家需要一个突破口 一个出气口 所以大家很容易啊 就被带到一个 对这个女性的指责 一切 对吧 这都是女的问题 捞女 拜金女 PUA 骗钱 欺骗小男孩的纯情 这个就是昨天啊 哪怕现在晚上还是这种言论 所以我感觉到很悲哀啊 无脑的人太多 缺乏理性思考的 我觉得但凡你谈过恋爱的 你只要把这个胖猫 和她女朋友叫唐竹 她们的之间这个对话 你看一遍 哪有什么PUA啊 如果这个都叫PUA 那你也太脆弱 如果把这个当做PUA 我怀疑你有恋母情节啊 那就不能批评 不能说你 只能给你呵护 那你就是大宝贝 所以说啊 我通过双方的聊天记录 咱们不要上干上线 你发现 它就是一个千千万万 古往今来 这个爱情故事里面的 一个特别普通的 每天无时无刻不在上眼的 鸡毛蒜皮的 这个恋爱故事 这谈恋爱不就是分分合合吗 清官难断家务事 所以我只是看了一眼 我觉得这里面没有什么刑事犯罪 没有什么欺骗 诈骗 什么PUA 有的只是感情纠葛 所以这些 我们没有理由去细究啊 说谁对谁不对 恋爱中的人 哪有什么对错呢 谁付出的多 谁付出的少 谁钱多都掏钱 谁钱少都花点钱 这个都是常态 你没有钱 你穷 那你找个匹配的人去谈 这个女孩子 她也不在乎钱 不要钱 你们三国合 正好你也没钱 如果你没钱 你非要找一个 人家对生活物质要求比较高 你非要匹配这样的人 那你不是 这叫错配 这不是人家的问题 这是你的问题 你为什么要匹配这样的人去呢 这些女性啊 她不全是追求物质的 也有对物质无所谓的 也有对物质和感情 都有要求的 也有只要求感情的付出 也有只要求金钱的 希望物质更好一点的 这什么样的人都有啊 你无非找到匹配你的 你钱多 你选择的余地大一点 你钱少 你选择余地小一点 所以没有必要看到 这个胖猫啊 她亲属 说的啊 这个给这个女的赚了很多钱 所以大家就给这个女的贴个捞女的标签 所以我在这里要说啊 就关于胖猫和堂竹 这两人之间的纠葛 爱情故事啊 大家没有必要去细究啊 本质上啊 我认为她就是一个小男生啊 她没有处理好这个事情 走了极端 如果遇到这样的事情 就走极端 那你说多少人都要去挑战啊 反过来说啊 我倒觉得这个女生啊 她选择跟这个男生分手是对的 因为在他们俩认识过程中啊 这个男生不是一次要自杀 这个实际上是一种病态 因为都年轻 都不懂 家长也不参与 对孩子到底什么情况 她不知道 实际上我认为这个男生啊 心理上恐怕有问题 实际上她应该去看医生 在跟这个堂竹啊 好像交往了三年里面 她不是一次要自杀呀 一分手 她就要自杀 这个就像狼来了 喊了三次 最后这个女生啊 下定决心 跟她彻底分手 结果悲剧就发生了 到底谁的错呢 这个不能说是爱情的错啊 这纯粹就是 我没有调整好 该去医院去治病 没有去 耽误了 所以我奉劝啊 无论是男生还是女生 如果你谈恋爱的时候 遇到人 你的对象 不管是男的女的 他这么极端的话 你应该越早分手越好 要不然就陷入麻烦 这么极端的人 要远离 然后奉劝啊 他去医院 要跟他家长说一声 带他到医院看一看 远离这种极端心态的 黄鹅 小粉 小红 基本上都属于极端 都应该属于远离的对象 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了 如果你在谈恋爱过程中 遇到这样的男的或者女的 做事比较极端 动不动要自杀 这个你一时间要止损 或者是偷偷的带他到医院看一下 是不是有病 或者告诉他的家长 如果动不动 你拿死来威胁 要挟的话 这个一定要记住了 所以在我看了啊 唐竹这个女生啊 他也是经验不足 因为也是小 他应该在第一时间 就应该跟着男的结束关系 极端的人最可怕 这个他还是自我残害 结束自己的生命 有的甚至要报复社会啊 那就酿成大祸 所以大家记住了 在生活中啊 不管是说谈恋爱 在其他的方面 你只要遇到这种极端的人 动不动要死要活的 一定要注意 如果是你的亲属 如果跟你有关系 一定要带他去医院看 如果跟你没有关系 那一定要远离 就断得越干净越好 否则会麻烦产生了 为爱疯狂 这个不要说年轻人 年纪多大 他都会为爱疯狂 情不之所以 一往而生 这个伟大的啊 这个叫 快智人口的爱情故事 往往都是非常悲惨的 梁上波如朱英台 什么孔雀东南飞 什么什么 焦中青啊 自挂东南枝啊 所有的文学作品 影视作品 都少不了爱情 一个电影 一个文学作品 如果没有爱情故事 那恐怕也成不了一个文学作品 就像水浒吧 那水浒里面 那就是艳女情节啊 但里面 它也有爱情故事啊 就这么一个作品 里面充斥了大量的 对女性的蔑视 残暴 这些梁上浩瀚 对女性的态度啊 正好 跟现在网上 相对应 我看到 网上胖猫事件啊 网上这个评论 我就想到了 水浒传啊 这些网上的英雄 不惜女色 只爱打磨筋骨啊 水浒传里面 刻画的女性啊 大部分 不是荡妇啊 就是勾引别人 最后的下场 就是挖心 掏钢 抛妇 怎么残忍 怎么来 多解气啊 这个水浒就适合 网上 也艳女的这些人看 但是水浒里面 也有爱情故事啊 郑关西 金翠莲 还有鲁之声之间的 这个爱情纠葛啊 这鲁之声啊 为了金翠莲 跟郑关西 争风吃醋 失手把人打死了 完了之后 他又尾随 他又金翠莲 山西的代州 尾随到山西 应该是从甘肃平良 魏州吗 尾随到山西的代州 这个鲁之声 实际上就是从一个 纯爱战士 为爱疯狂 为爱受杀人 后来为爱 落发 剃发 为僧 到五台山当河上去了 在五台山期间啊 因为失恋 撒酒疯 破坏五台山的这个 叫清规律 不仅喝酒 而且还打砸那个佛像 打砸其他的僧人 后来至争 把他送到大象国寺 开封 实际上就想让他异地恋 彻底结束 他跟金翠莲之间的联系 当鲁之声啊 明白了这一切之后 鲁之声就称佛了 鲁之声啊 过了爱情观 他才能称佛啊 另一个英雄好汉 武松 他不也有爱情故事啊 说到爱情故事啊 现实社会中 前面就叫那个范增啊 他不是八十多岁了吗 他又再婚 他是第五次结婚吧 说到恋爱期间 或者关于经济纠纷呢 我记得一个叫 蓝仙平的经济学家 他不就跟那个空姐 俩打官司吗 是什么意思呢 实际上就是 这两个人你好我好 情深意浓的时候 各种承诺 做各种事情都有可能 然后两人一分手 或者两个人一闹矛盾 各种事情就出来了 这都非常正常 我觉得大家应该 用一个平常心去对待 没有必要喊打喊杀 刚才说清光难断家务事啊 尤其涉及到这种感情的 很多人都说这个胖猫 什么恋爱脑 什么被骗 我没看出 他是什么恋爱脑 你把两人的聊天记录看一看 这谁谈恋爱的时候 不是这样的 说这个胖猫被骗 PUA 这个我是认为不成立啊 跟北京呢 一个叫翟欣欣 跟苏小茂 这个案子啊 也是非常轰动 非常出名 我记得去年吧 翟欣欣啊 还被判刑了 当年翟欣欣和苏小茂 他们谈恋爱 结婚 有点让人乍一看 有点像这个 唐菊和胖猫 也是因为钱嘛 太多 最后扯不清楚 结局也是 苏小茂自杀 这个胖猫呢 也是自杀 感觉他们好像是一样的 都是恋爱过程中 遇到了诈女 遇到了这个捞女 实际上 这两个完全不是一码事 很多人愿意 就故意混淆这概念 胖猫和汤竹之间 没有什么胁迫 没有威胁 都是双方你情我愿 自愿的 这个翟欣欣和苏小茂 那里面是涉及的恐吓 威胁 翟欣欣啊 多次威胁这个苏小茂 你要不给他多少钱 他就举报他 说他偷税漏税 说他从事的是违法业务 要到有关部门控告他 他编造了说他舅舅 他什么亲戚 是公安局的 然后什么税务局的 都有人 分分钟就能把苏小茂给抓起来 正因为有大量的这样的情节在里面 恐吓要求 所以这个翟欣欣是犯了法 说勒索 法律上就没有PUA这一说 什么叫PUA 勒索就是勒索 敲诈就是敲诈 如果胖猫的家属认为这个汤竹 涉嫌勒索敲诈 那他第一时间应该去报警 但是我不知道他们家属有没有去报警 如果他连报警都没有 那说明他们自己就认为这个不违法 如果报警了 警方不受理 有不受理的原因 也可以拿出来说一说 所以胖猫事件 我的看法是 第一个 大家就散了 不要就这个事情了 指责胖猫 指责汤竹 这都不对 这是两个年轻人之间的爱情故事 实际上没有什么对错 无非就是小年轻 没有处理好这个事情 走上了这个极端的道路 走上绝路 这是个悲剧啊 这个里面没有什么人 需要谴责的 需要指责的 第二个呢 如果说遗憾 那就是谈竹 还有胖猫的家属 对胖猫关心的不够 包括胖猫家属啊 我认为 明显这孩子有问题 他们没有关心 没有把他送到医院去看 他才21岁啊 估计高中都没上完 天天游戏带恋 通行赚钱 几年时间啊 赚了50多万60万 根据这个专业人士说 这就是拿命在换钱 如果他赚的钱啊 纯粹都是带恋 10块8块20块的 这么一小时 或者什么 这样算下来 实际上他挣560万 非常不容易 根据这个谈竹的说法 这个胖猫啊 在网上 因为玩游戏嘛 就会涉及赌 PK 说这个胖猫还会输 输了之后就要输钱 但是这个游戏 这个我不太懂 我也不关心这个 如果涉及到这个 我觉得胖猫 他的职业特性 对吧 他做游戏带恋 他在网上参与游戏这种 PK这种赌啊 我觉得很有可能 而这个都是 胖猪以及胖猫家属啊 他们对胖猫不够关心啊 对吧 一旦发现他有赌的行为 应该予以劝戒啊 对吧 应该阻止他 而不是放任他 这个胖猫 不止一次的要自杀 而且还有自杀行动 那作为胖猪 没能重视 家属也没能重视 这个确实不应该 最后两种悲剧嘛 这是第二点 第三点啊 作为网友 我觉得从这个事情上 汲取的经验教训 就是不要极端 每个人恐怕都会遇到困难 都会遇到感觉是针对自己的 应该积极面对 而不是选择一死了之 如果你有这种想法的 一定要到医院去查 你生病了 如果你也在谈恋爱 遇到这种事情 就法律解决 最好是邪商解决 解决不了就法律解决 再解决不了 那就拉倒 这个没什么大不了 只是人生中 一个小卡之一 涉及到感情这个事情 谁也说不清 就没有办法去 真正的用法律 把它断清楚 法律可以断这个俗物 就是钱财 它断不了这个感情的事 所以恐怕最后 还是靠自我调整 如果具体的谈恋爱 你最好能找匹配的人 如果对方喜欢物质生活 得物质有要求 那你最好 你得有物质 或者有创造物质 提高收入这个能力 否则再喜欢也没用 你这是错配 最后都是悲剧 最好是三观要合 如果三观不合 那你得照得住 实际上这个 胖猫事件啊 这里面 这个胖猫 它不是为钱自杀 扯到钱都是网友 家属在往钱上扯 这个胖猫实际上 它是为情自杀 它是想不通 它实际上 本质上是生病了 所谓的啊 每天只吃十块钱的东西 对吧 点最便宜的自己吃 舍不得吃汉堡 然后给这个 弹竹啊 最好的 实际上这都是 一面之词啊 这个胖猫 它在减肥 所以它只能点青菜吃 它要减肥啊 只点十块的 不是说自己舍不得花 舍不得吃 全部攒下来 给这个汤菊 这都是网友啊 还有他亲属 塑造出来这么一个形象 完美无缺的 受害者形象 完美受害人啊 对吧 这是我想说的第三点 就是以后啊 大家谈恋爱 还是要找这个匹配的 第四个 作为吃瓜群众 在单方 这个材料满天飞 但是另一方 沉默的情况下 最好不要急于评论 不要偏听 偏信 不要先入为主 这个迟早会翻车啊 这个我看 胡锡进老师啊 也是犯了同样的毛病 胡锡进老师发了个微博说啊 胖猫的事 看着老胡落泪了 为他的纯情感动 为他的绝望感伤 这个都没什么好说的啊 确实是的 但是后面呢 胡锡进就露出了马脚了 他说啊 愿天下每一份纯情的爱被珍惜 这种珍惜不珍惜 别人说也没用啊 而且这个谈竹啊 真不珍惜 也是人家的权利 对吧 你不能拉拉配啊 两个人感情没了 你让贪主怎么珍惜啊 这个胖猫的对贪主付出 对贪主的这个爱 那贪主就必须要接受什么 就没有拒绝的权利 胡锡进后面说啊 他愿爱情中没有欺骗和恶意的PUA 说明胡锡进老师也是偏听偏信的 自己已经叫先入为主了 他也认为这个胖猫被PUA了 被欺骗 后面他就说啊 愿胖猫来世的爱得到温暖的回报 这个胡锡进老师啊 完全不了解情况 这个胖猫的爱啊 实际上他已经得到了回报 得到了温暖 在这个谈竹跟胖猫分手之前 他们不谈得挺好的吗 怎么没有得到温暖的回报呢 后面呢 是因为胖猫自己得病了 走了极端 所以胡锡进老师啊 作为一个老江湖 作为一个经常去看广场舞 对吧 这么一个 什么世面没见过的 一个老同志 他居然也是 讨好网上这股利器啊 讨好网上这种艳女情节 他定性为欺骗和恶意的PUA啊 他这是说谁呢 第五个我要说的是 有很多网友啊 就是这艳女情节的啊 他们纷纷点外卖 点什么麦当劳 点什么其他的吃的喝的 往那个大桥上送 就是那男孩跳水的地方 完了之后 一个山家啊 他发了很多空包啊 就是里面没有放这个麦当劳 就是这些山家也知道 这么的人往那同一个地方 点外卖 送什么麦当劳 送吃的喝的 这些山家都知道了 然后他知道这个东西 不会有人吃啊 所以他就弄虚作假 把那个给发一个空包过去 然后这个网上啊 在大肆的批判 骂这些山家 散良心 然后还有山家啊 跳出来道歉 完了之后还成立什么基金 这个特别热闹啊 不予乐乎的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我觉得这个就是神经病 对吧 有关部门呢 最好是对这个 往那个跳水的地方 点外卖的这些人 也罚款 要处罚 为什么呢 这叫浪费粮食 虽然你花钱 但是你没有资格浪费粮食 而且你这是 摆明了就是浪费粮食 咱们国家啊 粮食要进口啊 大量进口 粮食短缺 你是什么行为 咱们还提倡浪费吗 山家不给你 发那个汉堡包过去 发个空包过去 反而是对的 制止浪费 你可以送花 对吧 你可以给花店 下单 送点花过去 或者送点祭品 对吧 你可以纪念 悼念这个胖猫 但是你不能浪费啊 这是两码事啊 所以对这些往那儿 价单订不外卖 往那儿送的 这应该罚 除非你说你在那儿 供两天 完了这个拿回去吃 否则的话都是浪费啊 谁给你浪费的权力啊 谁知盘中餐 滴滴 毅力皆辛苦啊 这些脑残 反而还自我感动 犯法都不知道 即便不是犯法 那也违反了公序良俗 最后我再申明一下啊 就是胖猫事件 是个悲剧啊 这个悲剧里面 当时双方都不应该受到 这种无端指责 无非就是个爱情故事 没有处理好 如果你要指责的话 就指责家属 还有这个他女朋友 唐竹啊 对这个胖猫 关心的不够 然后就是这些 网友浪费行为 最后再说一下这个 当下这个社会啊 这个厌女情节 本质上是女权 它在上升 以前咱们是一个 以男性为主导的社会 小农社会 那肯定是以男性为主导啊 女性是依附于男性的 甚至是男性的财产 这个不过分啊 在小农经济下 那现在呢 经过这么多年的启蒙运动 过去女性啊 还裹小脚啊 你连村都出不去 后来天族运动 后来这个对吧 新文化运动 启蒙运动啊 这么多年的启蒙 女性觉醒 到解放 对吧 女性能抵抵半边天吗 男女都一样了 男女下地干活 挣的公分是一样的 男女都能到企业上班 但是那个时候 也没有真正的男女平等 因为还是以家庭为单位的 这种生产方式 直到改革开放 对吧 男女都可以出去拟螺丝 大家都出去打工 都可以上学 对吧 改变自己的命运 所以这个女性 女传是不是就逐渐的上升 在这个过程中 男性就会觉得失落 再加上现在 这个什么彩礼越来越高 对吧 男多女少 这女性呢 她在万上看 本来是大家 对吧 一个村好找 找到一件荣耀 现在村里面的女的 都到城里面去了 都在万上配 所以导致很多男性 结婚男 谈恋男 再加上彩礼高 再加上有一些女性 恐怕得物质要求比较高 所以综合原因导致 有些男性就自暴自弃 实际上也是自卑 然后她这口气 需要有一个地方处出来 本质上 是男性自暴自弃 泡猫不是这样的人 泡猫只是病了 我希望大家不要病 好 这期节目 咱们就聊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如果喜欢我的节目 欢迎订阅转发 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 谢谢大家 感谢大家